诶 三哥的名字里可又有云有龙啊 对啊 那可不不 这不怕摘字 云字 摘也没归 摘也还摘得字 三哥原名叫孔德水 对 孔德水 可不能摘字啊 孔云龙的身体可以说是德云社的重点关注对象 郭德纲对于孔云龙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希望能健健康康的就好 前阶段 孔云龙手臂再次受伤 也让粉丝们担心不已 而孔云龙自己也开始健身起来 8月16日 德云社孔云龙又发布了一则自己锻炼的视频 还是原来的地方 还是以我爱运动这四个字作为背景 大汗淋漓的三哥孔云龙来了一次日常打卡 看到孔云龙近期这么热衷于运动 不少网友也模仿张赫伦 建议孔云龙少玩一些带轮子的器材 就像张赫伦给德云六对下的命令一样 不要与张九南一起玩球类运动一样 看到这么多网友叮嘱孔云龙 也看得出大家对孔云龙的喜爱和追捧 毕竟孔云龙是郭德纲非常欣赏的得意门徒 只不过运气有点不好 每次师父郭德纲要捧他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出一些状况 这样喜欢三哥孔云龙的观众 不得不这样来一句 咱们就在小剧场奔着老艺术家的风格去吧 要不再结实的艺术特征也扛住您这么造 而在此时有网友表示孔云龙如此作妖 为什么没有被摘过字呢 前段时间在综艺或者舞台上 为了得到想要的演出效果 郭德纲曾摘过 岳云鹏 张赫伦 孟克堂 张九南 何九华 秦潇贤的字已是宠爱 为什么今年被捧的孔云龙 却从来没有被师父郭德纲摘过字 甚至孔云龙的原名也不被大多数人熟知 有网友表示可能因为孔云龙比较老实 师父郭德纲一时间没有摘字的理由 看到这位这么夸三哥 不少网友也是替孔云龙说了一声谢谢 毕竟这是第一次有人说孔云龙老实 当然大家也不要曲解老实的意思 因为孔云龙是爱动的 骑摩托撞下力 棒炮被炸 和岩鹤翔一起与拳击运动员打架 下楼梯摔着 玩滑板摔着等等 这就是孔云龙不老实的佐证 而师父郭德纲之所以不摘孔云龙的字 不拿孔云龙的原名调侃 就是因为如果摘了孔云龙的字 郭德纲就没有办法叫了 大家是知道的师父郭德纲摘徒弟的字是随心情的 当然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不高兴了就给你摘了 高兴了就再给你 反正你的一名是我给你起的 在综艺里 岳云彭音打台球说了一些师父不乐意的话 直接被郭德纲摘字 喊起了月龙刚 张赫伦孟克堂亦是如此 什么张立民 哈尔滨阿诚卖豆腐的孟祥辉等等 都是随口就来的 而到了孔云龙这里 如果摘了孔云龙的字 估计师父郭德纲是叫不出口的 因为孔云龙的原名叫孔德水 估计不少网友会很惊讶 三哥孔云龙的名字这么霸气 原来他的原名比一名还要响亮 所以不少网友表示 这也是郭德纲不敢摘字孔云龙的原因 如果摘了孔云龙的字 小剧场节目单上来了一个 孔德水李云杰的演出安排 或者是主持人琪琪来了一句 接下来请欣赏相声什么什么 表演者孔德水李云杰 估计台下观众会吃惊的 德云社这又多了一位 与郭德纲一样的演员了 当然以上的这些也是网友们的调侃 而之所以郭德纲不摘孔云龙的字 就是孔云龙一直表现都是挺好的 在舞台上没有太多的意外 大家是知道的 德云社演员被摘字 多数就是因为在综艺或舞台上表现的有点差 师傅郭德纲生气导致的 而孔云龙在舞台上的表现 大家也都是看到的 在喜剧人舞台 孔云龙向全国观众展示了自己扎实的基本功 和精湛的业务水平 当然孔云龙李云杰最后的表现 也是得到了观众和业界人士的认可 除了在喜剧人舞台 与师傅郭德纲 大爷于谦的巴马卦 也是成了风神之作 在演出的时候 郭德纲就曾不止一次的 肯定自己的这位徒弟 表示儿子今天你肯定火了 而大爷于谦在演出结束后 也发文表示 德云社的巴马卦可以停停了 孔云龙的这个版本 暂时无法超越了 所以在天津德云社开业的时候 高峰 郭德纲 于谦 这三位给观众来了一个巴马卦 就是为了刷新观众的记忆 看到这儿 不少网友表示 还是希望三哥孔云龙 能用自己的方式活起来 虽然不能像岳云鹏他们一样 但是孔云龙完全可以奔着 老艺术家的风格去 其实路怎么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咱们要做的就是一如既往的 支持孔云龙就行了